被人在鼓不在鼻,气质同样很重要,看看刘晓庆和王富丽,年轻时的刘晓庆那可是甜美可人,一平一笑的勾人心魂,相比之下,王富丽就差了一些,少了些贵气,多了点地气,美丽需要打扮才行,结果到牢一看,这俩人整个360度大反差,花表奖颁奖典礼上,这些昔日影星也再次走上了红毯,其实四岁的王富丽气场全开,刘晓庆小他四岁, 但这一刻,年龄小的他,在整体感觉上反而输了,气质对于一个人来说有多重要,看看这些同脸不同名的明星们,大概可以从中体会一二,都是说一不二的大姐大脾气,性格豪爽又颇显强势,但也有些微妙的不同,他们一个北方人,一个南方人,刘晓庆生于苏州,15岁就跟着父母前往香港,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,贾穹早早辍学,却因机缘巧合报名了表演班, 摸爬滚打和吴君如,刘晴云这些同班同学,一起走向了大红大紫的道路,他的颜值,在昔日美女如云的港圈根本排不上号,前有林青霞,后有邱淑珍,对比这些人,他的长相甚至带着一点吐气,但还好他有不服输的那种气质撑着他,反观和他长相相似的内音, 12岁参加少儿和唱团,16岁就到处走学演出,直到26岁签约了唱片公司,才算是歌唱事业逐渐走向了真轨,不过让人疑惑的是,他在娱乐圈待了这么多年,身上却一点贵气都没有,和王妃和赵被衬托得甚至完全不像是个歌手, 参加综艺,在所有人都精心打扮后,他依旧透露着浓浓的乡土气息,实在是让人不减,时尚亮眼的风格,到了他的身上,也完全失去了原本的风采,也正是因为这气质,再加上他不时的语出惊人,让他的口碑始终在观众心中左右摇摆,被无数人称之为哥哥的一代巨星张国荣,其优远而儒雅的气质,简直是迷倒了无数影迷,深情的眼神加上温柔的话语,在这张俊美容演习 下缓缓流露出的暧昧,不得不说,他的颜值也极大的成就了他的事业,可男可女的俊美感,假之人生路上的传奇故事,让他离世多年后,依旧有很多人都对他无法忘怀,而再看这位,从出道就被称之为有着和张国荣相似容颜的他,他以小虎队的成员出道,可谓是出道极巅峰,其颜值为人注意的同时,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压力,也许是不想活在别人的容貌中,他的气质逐渐走向了 崩坏的地步,这哪里还有半点哥哥的影子,明明一张相似的脸,最终走向了不同的路,曾经的美貌可以相似,但人生的气质难以复刻,这两位一出道就因长相似而被常常拿来对比,相比之下,早期的白百合似乎更加清纯可爱,王洛丹的皮肤偏黑,少了点温柔的感觉,在因失恋33天大火后,白百合成为了票房女王红吉一时,都说红吉养人,看来是一点都没错, 当时的他可谓是一出场就自带光芒,更是随随便便就能因美貌出圈,但在经历了婚变风波后,时隔多年,再次出现在大众饰演,实在让人唏嘘,最后他更是被媒体拍到自暴自弃,即便喝酒抽烟和朋友聚会,完全忘记了自己的明星身份,相对于皮肤显得有黑的王洛丹,都说一白遮白丑,再有和他长相相似的白百合在前,他这一路一直都在默默耕耘, 走的一直都是气质路线,除了拍戏就是健身和瑜伽,非常自律,从带他走进千家万户的奋斗到如今的急诊科医生,他华丽蜕变,风台上,他由内而外散发的自信,也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,再回看他与白百合,似乎已经并无相像,一招照片早泄露,龌龊行为天下之, 如果不是他的德行太过凿人愤恨,想必在娱乐圈里,依靠着这张脸依旧可以混得风生水起,时尚感十足的他,引起外貌吸引了不少粉丝,随便什么穿搭到身上,那都会化身为一件潮流单品,但在早与人生变故,离开娱乐圈后,虽然还是这张脸,但气质却大不如前,几次三番被称奇撞脸了赵本山, 而再看这一位,名叫杨志刚,和他长相相似,气质却完全不同,这样一对比,完全可以发现,一顶点气质的改变,完全就改变了颜值给人的感觉,年少的他,颜值完全不逊色于曾在港圈风生水起的陈冠西,但后来他逐渐朴实了起来,时尚这两个字几乎可以说是他的绝缘体,假知其常年沉浸在乡村剧和抗日剧中,沉浸在年代剧的戏里,时间太长,一副憨厚的气质, 开始完全将他包裹,后来直接就是硬汉姿态了,他和陈冠西明明有着相似的一张脸,但却两种感觉,实在是不得不让人感慨,气质有整容的功效,在没有和前期李亮磊开思之前,他在众人宴中是一个文文尔雅的音乐王子,气质温和又才华横溢,在舞台上更是光芒万丈,无数人追捧的存在,不过在他走红的路上,也遇到了和他长相极为相似的一些人,快来看看, 看你是否分得清,其中之一的蒲八甲,两人虽长相酷似,但其实细看蒲八甲的气质更加狂野,透露着一种天生的不羁和放荡的自然,不过可能帅哥都容易长相神似,在蒲八甲之后,李志廷也参与了这场撞脸,其实李志廷很好分辨,他的气质不如王力宏那样淋漓, 显得更加慵懒温和,能分得清吗?将这两人的合照放在一起,很明显还是王力宏要赢一些,这两位虽然年龄相差十岁,但长相上却又十分相似,不过令人惊讶的是,年龄较大的续青反而显得更加年轻,续青年轻时并不能显现出太多的长相优势,和苗普的对比只能是他略显贵气,而对方显得更加知性成熟, 但也因为年轻,两个人都是俏皮憨厚的风格,看不出有太大的差距,不过苗普看起来眼神更锐利一些,续青更温和一点,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,形态不同,经历不同,两个人的气质有了天差地别,苗普的眼神中明显有了岁月的沉淀,也显得更加的成熟,反观续青的神态和体型,他那种不老的心态,让他也显得更加年轻,当他俩站在一起,是不是会有很多人分不清? 其实,凭借气质,在某种程度上,可以很快地将早期的他们分清楚,在孙怡没有经历离婚风波之前,他的所有照片,眼神和动作中,都透着甜美小女生的那种可爱情,而李庆的眼神却通常是更加坚定,动作比较大方自然,孙怡主打的是一个漂亮可爱,李庆是走的气质路线,而孙怡可能是因为人生经历,从早期的甜美到如今,眼神里透露出了些许的故事感, 但相比之下,这两人如何分辨,其实也简单,气质更可爱的是孙怡,更大方的是李庆 刘涛家喻户晓,但说起曹锡文可能就很多人不认得了,同样是气质浊然的大美女,但人生路却毫不相同 曹锡文一出道就被不少人称其长相和气质,酷似刘涛 但仔细对比,曹锡文显得更加业性,刘涛更加稳重大方,虽然长相相似,但这两位人生却是千差万别 曹锡文曾爱陈思成,爱到无人不知无人不晓,他渴望与其结婚白头,但奈何南方并没有这个意思,相恋三年后分手 结果在不久的新电视剧发布会上,他却被导演爆出已与富商结婚,并在拍戏期间生子 然而才过一年,有媒体采访关于他的感情,他表示已经离婚,此后娱乐圈便很少有他的消息 他偶尔的接戏,也很少会大规模的宣传 再看刘涛,当初闪婚嫁给金圈著名的富商王科,可谓风光一时 然而没多久,就有媒体爆出,王科的商业帝国因经营不善而破产 但刘涛选择了不离不弃,从全职太太付出,赚钱养家,替福还债 别的不说,这种魄力已经使时间少有,且不说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已经退圈多时 并结婚生子的女星,在这条路上,想要付出需要尝尽的艰辛 在这一点上,刘涛确实给力,他的平静权力可以说挽救了他的家庭 如今再将曾经和他相像的曹锡文尽照和他对比 两个人已经完全是不同的风格,两个人都是青春阳光类型的帅哥 杨涛是依靠一部优郁部剧集累起人气,直到旋风少女才彻底大火出圈 其学长般的外貌让他吸引了一大批迷妹 和他相像的行少林,却是因为双世宠妃这部意外大火的低成本古装剧而大火出圈 走红之后,立刻就被发现其壮脸的羊羊 但也有不少人质疑,两人其实并不像,更多的是人为的包装 美貌是一时的,独特的气质却总是让人多看一眼 与其总是在乎于外在,不如修身样性,从内而外变得更加光彩动人